大家好我是刘师傅 我现在位置是在新疆博斯腾湖的旁边 因为这次疫情呢 我一直待在这个我媳妇家 然后这边的芦苇是一大特色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芦苇 看这旁边是芦苇 然后我这边是堆放芦苇的场地 就是机器割下来的芦苇 然后堆放在这里 这有一个 看到这个牌子了吗 围场种地严禁烟火 这里是严禁烟火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来介绍这个芦苇呢 因为新疆博斯腾湖是中国四大芦苇产地之一 四大产地之一 这边芦苇的面积特别大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块特别平的地 很平坦的地 这已经是被割过的芦苇了 我后面这一片是湿地 就是只有冬天它结冰了以后 机械作业 然后才能上去割这个芦苇 我好像听到很有机械的声音 说不定那边也正在割 一会我们无人机睡过去看一下 我走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芦苇 前面就是湿地了 那边还有一匹马 我现在感觉踩的地上软绵绵的 这个就是已经被割过的芦苇了 中国第一大芦苇产的地 是叫白杨殿的一个地方 白杨殿很有名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 白杨殿 白杨殿的风景特别好 芦苇 然后还有荷花 划着船特别感觉 但是我们新疆 波斯腾湖的芦苇 我认为一点都不比白杨殿的差 这边的芦苇的风景也特别好 也同样也有荷花 这边两个典型的景区 一个叫莲花湖 还有一个叫阿鸿口 都特别美 咱们波斯腾湖的芦苇主要分两大块 大家可以从微星地图上看一下 波斯腾湖的这一块的面积 可以看到它的西边有一片 绿色的这一块 就是湿地 就是芦苇 全是芦苇 然后北边也有一片 没有西边大 这一片也是有很多芦苇 这就是波湖芦苇的一个分布 因为现在是冬天 也没有办法排芦苇都被割掉了 视频的节目 我给大家放一些 我之前拍的素材 特别美特别好看 然后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芦苇的用途 这个芦苇跟我们生活在 波斯腾湖附近的老百姓息息相关 就是很多生活周边 都会用得到这个东西 看一下啊 这个芦苇 也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这种草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这个头是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特别怕火 这一烧起来就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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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k 我们现在就在村子里转一转 看看芦苇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 看一下这边放眼望去 可以看到芦苇吗 这个拖拉机的轮胎上搭了一个芦苇的席子 折光用的 然后那个牛盆的房顶是用芦苇做的 芦苇可以用作于大盆的保温材料 这个大盆就是用芦苇做的帘子 然后芦苇还可以制造纸 然后卫生纸或者是写作业的纸都可以做 做纸生活用品 虽然说纬浆纸没有木浆纸那么的柔软 但是也还可以 ok 因为你用木头造纸 你要砍森林 但是用芦苇不存在 芦苇一年一茬一年一茬 很快的 不存在对森林的损害 来咱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牛盆 看它的房顶 这个牛生了 小牛宝宝了 牛妈妈很生气 看那个牛盆的房顶 还有这个墙面 都是用芦苇做的 然后芦苇还可以用作于建筑材料 当然不是这种了 现在农村的房子已经改进了 就是以前农村的房子 它的房顶都是用芦苇做的 先搭几根木头梁 然后把芦苇放上去铺好 以前的房子不光是房顶 包括它的墙也会用到芦苇 以前的房子它是用土块做的 霍泥的时候就会往里加入很多芦苇 就相当于霍泥土往里放钢筋一样 让它达到一定的强度 然后芦苇还可以做防沙隔离带 就是咱们新疆很多公路都是沙漠公路 修在沙漠上 但是沙漠上会有流沙 风一吹流沙会侵蚀这个公路 但是用芦苇做的防沙带 一格一格的这种小格子 它就可以起到防沙的作用 可以机械化作业 而且芦苇这个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几乎是临成本的这种材料 然后芦苇还可以制作扫把 就是以前咱们这边用的扫把 就是用芦苇做的 我们家以前就是做扫把 就是我外公的妈妈 我应该叫太奶奶 她就做扫把 把这个芦苇收过来 然后晒干 晒干以后 它还有一个那种做扫把的小机子 手动的那样 手摇的这样 然后把它扎成扫把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旁边看啊 现在已经找不到那种扫把了 就是那个扫把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芦苇的这个叙叙子做的 然后一把扫把还能卖个两块钱吧 我记得 当时家里堆的都是扫把 哎 你看这里 这芦苇还能做床垫呢啊 看到了吧 芦苇床垫 然后呢 近些年芦苇还能做成工艺品 把那个芦苇做成画呀 或者编织成某些工艺品 但是这比较小众 跟生活不贴实际有点 这个就不多介绍了 但是确实是有啊 看一下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打饲料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别人家养的牛啊什么的 这个是个打饲料的机子 这旁边堆的好像有芦苇吧 这个芦苇能不能当做饲料的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反正我只知道 大多数牛吃这个麦子杆 麦子杆应该可以当饲料 但是芦苇不知道能不能当饲料 或者说 把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打成饲料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有懂的人可以弹幕留言 可以说一下 如果这个芦苇能当饲料的话呢 那就太牛逼了 但是我感觉应该好像不行 芦苇这个东西 可能在大家的概念里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 利用价值的一种草吧 但是它在我们这边确实是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发挥了很大的价值 带动了这边的经济吧 主要有个薄乎伟业 有一个职场就是专门造纸的 包括厂里有工人 然后造出来的纸 给当地政府上税啊什么的 反正就造福百姓吧 芦苇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财富 说了这么多它的利用价值呢 然后其实芦苇的风景也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评论弹幕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薄湖芦苇的震撼风景 敬请欣赏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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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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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